是杜火风飞到谷底去了 我们不会也要下去吧 是谁说有欲擒难在 找到云山雪帘是分分钟的事啊 这千云顶果然雄伟啊 徒儿 为师尚且年幼 你律练的机会可到了 我师姐说了 这云山雪帘应该就藏在谷底 您可要把机会牢牢抓住啊 去吧 叶公子 你既然这么好奇 就猜一猜我们为何 要来找这云山雪帘呢 是否与雪帘的花蜜有关 算你不笨 昨晚香菱姑娘闻到了 胡一三身上的味道便恢复了神智 而这毒火风最洗云山雪帘的花蜜 所以多半是胡一三身上沾到的 如此说来 只要找到云山雪帘 你便可用它做药眼 配置旧治香菱的解药了 没错 我已经把大部分工作都干了 剩下交给你吧 可我从未见过这雪帘长什么样子 不如你陪我一起下去 不不不 我就不用了吧 我看你武功高强 就不要妄自菲薄了 我相信你 现在倒是对我如此信任了 咱们队友嘛 互相信任是应该的呀 这样 我给你画一幅云山雪帘图 好了 云山雪帘 不会就长这样吧 要不然你跟她一块下去 看她是不是长这样啊 不不不 我只是看此画甚好 小叶啊 你按照这幅画找 定能找到云山雪帘 为师相信你 这悬崖确实雄伟 青洛姑娘选择在崖顶观景 还真是明智之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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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尊账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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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得怎么样了 复门主猜得没错 这个叶片周很可能是叶修毒假扮的 我的九戒片早已饥可能耐 等着痛饮叶修毒的心血 虽然叶修毒是于将军点名要杀的首要对象 但是你别忘了 此次行动的首要任务 是杀光所有参赛的医者 让叶昊然没有任何起死回生的机会 叶修毒不也是参赛医者之一吗 那你二人便分头行事 炼魂 专心对付叶修毒 是 你 将其他医者 统统杀光 属下遵命 难不成这家伙真的摔死了 这么久了 小叶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这悬崖含有人迹 野生的花草应该也不少 说不定还有毒蛇野兽 这杏叶的别是没找到雪莲 就死在谷底了吧 娘亲 娘亲 小叶可是我唯一的徒弟 他回不来可怎么办啊 最重要的是 还有患病的湘灵姐姐呢 娘亲 我求求你了 我不想抛下小叶 更不想抛下湘灵姐姐 我知道了 真拿你没办法 哎 哎呦 蒼天 我居然要下悬崖 还是为了那个银贼 娘亲 楠楠突然改变主意了 你还是 先别下去了吧 我怕你有危险 我怕你有危险 你就去山庄找人救我们 听见没有 好的好的 好的 放心吧 娘亲一定会带着女徒弟 和云山雪莲回来的 注意安全啊 好好好 娘亲 妈妈 这个 这个 我先替你保管 星夜的真是狡诈啊 允星男 楠楠 楠楠 别白费力气了 楠楠听不见的 星夜的你 看什么看啊 你是不是故意拿走我的匕首 用拖延时间让我下来 你这是信口四皇 说变就变啊 刚才这谁说很信任我来着 我那是被你那伪君子的嘴脸所迷惑 好吧 快放下 赶紧的 你怎么会对你的 你怎么会对你 对 你怎么会对你 怎么会对你 你怎么会对你 你可千万不能忘了 替天行道的事 想想数不尽的无辜少女 这一切都是她迷惑姑娘的手段 叶公子 刚刚多有得罪 这样吧 我把你骨头结上 算是赔罪了 放心 我欲轻落手法 快准稳 绝对不会疼的 不要啊 来 我跟你说 我特别擅长结果 特别是你这种陷糊疼 你不是说不疼吗 不疼 没事 你忍一下就好 来